手工棉被业者张俊中 以十字铺法 把棉花一层一层铺在棉被内里 让棉花不容易断裂 再用调整棒调整 翻背 定制 一件手工棉被就大功告成 张俊中说 这个行业很辛苦 天气热还不能吹电风扇 担心会吹散棉花 还得经过称重 抬棉花 网纱 铺塞等 耗时废工的传统制作过程 有时要八个小时 才能完成一件手工棉被 喷饭汤跟面汤 就是让棉花跟棉线 我们网纱有一个棉线 能够粘在一起 而且在上面会有一个 保护膜的样子 棉花也比较不会跑出 以前有两种 一种最古老 最古老 像阿孔 爸爸又散 他就是喊在嘴巴 把它喷出去 现在没有啦 现在就用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打气筒的东西 把它奔在上面 但是最早最早 完全是手工的时候 完全是这样 张骏忠继承父亲的手工棉被事业 经营已超过五十几年 他说虽然现在订单很少 也无法大量生产 但是当顾客信任他的手工技术 对客制化产品给予相当高的满意度 并且回流在订购时 让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也给他新的动力与热情 继续投入在这个没落的产业 决定棉被品质好与坏 应该是 应该是他的棉花的本身 还有师傅的工 还有他的步骤 我们可以去配合客户的要求 比如有些人 因为现在的棉花 他有分 以前都是纯棉花 现在就分成有日本棉 就是化学纤维的部分 还有真正的纯棉花 有些客人他会依据他 他比如说我想要全部棉花 他喜欢那个重量 那我们就做全棉的给他 张俊仲说 手工棉被虽然是西洋产业 但是他抱着乐观的态度 寻找新的商机 借由开放工作室 安排亲子体验活动 希望让民众在有趣的互动中 能够认识传统手工棉被的专业技术 评冬新闻 施新亭 杨正义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